好 不只想抢好康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健康 尤其是在美国华人社区 标榜运动养生的中华原籍舞 在南加州的许多城市成长的都非常快 许多的学员队伍每天都在练原籍舞跟功法 因此中华民国原籍舞总会 最近特别主办了一个 原籍舞基础跟功法运用研习营 周三周四两天就会在洛杉矶的 华侨文化服务中心举行 而这活动吸引了超过200位学员 非常的壮观 非常热烈参与 中华原籍舞发源于中国大陆 1996年传到台湾之后发扬光大 2000年来到美国 现在全球会员超过了10万人 原籍舞是一种集合武术和气功的舞蹈 在练功的同时也能够修心和养性 对于身心都带来极大的好处 你每天在公园练原籍舞 对你的健康各方面影响 是不是非常的有帮助 有的都很帮助 像那个现在大家有时候做久了都会累 我就没有感觉这个会感觉会累 你跳什么耐电子会奔奔跳跳 他们都跳久了就不行 我自己就感觉到我的脚还可以一直跳 我现在84岁的人我还能这样子在动 就是靠的就是原籍舞 同时我中间去年心脏不好 以后按了这个就写 不到一两个月我又恢复了 我又继续跳 现在就跟平时一样 原籍舞每一年都会编写新的课程 包括了优美的音乐词曲和口诀 近年来都出自于台湾老师之首 目前一共有16级的课程 世界原籍舞发起人潘登庸 总会理事长潘美莲 台湾部长英文林 率领精英团队 再度地从台北风声扑扑地来到了洛杉矶 亲自示范原籍舞的基本步伐和功法 面对面的教学之道 学员们都感到非常的受为无穷 我们的舞级现在就是越来越丰富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好的运动能够带到我们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去 那原籍舞的话它还有 尤其是它还包含有中华舞化的这个精髓 那又是一个气功的舞蹈 那这个的话都是其他的运动都达不到的 那所以呢我们除了说把它在台湾发展得很好 然后把它推广到美国来 甚至于我们要推广到全世界去 红一百库人手上八法 外三合 内三合 扎好基本功 将气功和意念相结合 运用到生活之中 练功的同时专心一致 可以排出负面能量 吸入正面的能量 年纪舞将练功 健身治病 巧妙地融合在一块 自己得到的健康快乐 周边的家人朋友也都受到影响 您也可以试试看 东人新闻范淳彭迪 在洛杉矶的